Guzé君? 是! 你真的反省了嗎? 好嗎? 你不能讓女生懶惰的想法 哈囉大家好 今天繼續來幫大家補充不時輕生的 以二語遮羞的林作愛莉同學動畫第十話的原作內容 本回是改編自小說第三卷的第二話到第五話 這一話的風格又回到了像是第一話那樣 是政劍與愛莉莎的戀愛頭腦戰 堪稱是愛莉莎自第二話以來的高光時刻 瑪莉亞跟有希也有各自表現的劇情 最後連愛莉莎的媽媽也跟著登場 潮世中慶會已經開始蠢蠢欲動了 再來是這一話的故事補充 動畫開頭的政劍其實是在為幾天後的段考做準備 小說裡面在這之前還有兩段劇情 一段是催眠事件的後續 另一段則是政劍跟基友的讀書會 在學生會的催眠事件之後 當天有希和林乃還跟政劍一起回家 幸虧有有希幫政劍說話 才讓政劍免於被毛孝學姐重置的結局 回到家之後 在政劍家展開了當天的反省會 有希正坐著聽著政劍的訓話 出於自己是有希隨從這樣的理由 林乃也跟著有希一起振作 不過林乃看起來樣子還有一點開心 有希說那是因為林乃是個抖M的關係 聽完有希的解釋之後 反而讓政劍的頭開始痛了起來 為了表示自己也有在反省 有希想了一個方法來處罰自己 既然是因為催眠愛麗莎他們的事情 害政劍被罵 有希提議她也來催眠自己 按照政劍在上一話的提議 有希把自己退化成幼兒期 說完有希就像漫畫人物一樣擺出姿勢 然後發出吼叫來進行變身 在這之後有希就對政劍露出小孩子那種純淨的眼神 然後全力的對政劍撒嬌 直接讓政劍的心臟受到了999的傷害 政劍還命令林乃想辦法阻止自己的主人 林乃卻裝成空氣無視政劍的請求 這一場騷動讓政劍當天晚上想舉辦的讀書會徹底泡湯 接著時間來到了隔天的假日 政劍邀請好友來家裡進行讀書會 這一段其實就是三個臭男生的閒聊 一說自己很想交女朋友 然後還提到政劍如果能夠收起平常不政劍的態度 就客觀條件上來說應該也算是一個完美超人 政劍跟異說如果太顯眼 只是仗著自己的才能到處炫耀的話 在小說裡面就是最讓人討厭的主角類型 政劍也暗自吐槽自己現在的所作所為 也非常接近這樣的角色 所以政劍跟異說自己打算一直這樣謙虛的生活下去 之後故事就接到了動畫的開頭 政劍在晚上複習考試範圍的時候接到了愛麗莎的電話 其實在這之前政劍跟愛麗莎都沒有通過電話 甚至連簡訊都很少互傳 在小說裡面政劍第一時間其實沒有接起來 是思考了一下之後回電話給愛麗莎 政劍剛開始還故意調戲愛麗莎想被愛麗莎吐槽 結果反而是收到了愛麗莎的鱷語暴擊 讓政劍一頭撞在了桌子上 愛麗莎解釋說那是笨蛋的意思 本來政劍在簡單的寒暄之後就想要掛斷電話 結果愛麗莎又用俄語說了 還不行這樣的話 再一次重擊了政劍 政劍在腦中馬上就想到了愛麗莎露出 嬌羞表情的樣子 然後擅自妄想起了情侶接吻的場景 政劍還不小心把這些妄想都說了出來 被愛麗莎吐槽政劍念書很不專心 後來為了讓政劍提起幹勁 愛麗莎才提到了有關於賭注的事情 而愛麗莎的這通電話其實是因為恐怖節目的關係 在小說中有補充這是愛麗莎在晚餐的時候打開電視不小心看到的節目 因為瑪麗亞怕鬼的關係所以就早早回了房間 愛麗莎在不服輸個性的驅使下硬是把節目給看完 結果到了深夜剛剛節目的內容一直在自己的腦袋裡揮之不去 因為這種丟臉的問題實在是不太好跟家人說 愛麗莎只好隨便找個理由打電話給政劍 結果被政劍誤以為是愛麗莎很關心自己用功的情況 在考完段考之後愛麗莎因為很在意政劍沒有告訴自己生日的這件事情 所以心情一直都不太好 後來政劍也注意到了 因為這五天下來愛麗莎完全沒有用鱷魚遮羞 政劍暗自吐槽說這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愛麗莎時不時用來遮羞的鱷魚總是會讓自己的心臟受到強烈的衝擊 表情上又還要刻意的假裝不知情 因為政劍也知道愛麗莎會觀察自己的反應 在這之後政劍解釋了生日派對的問題 原來是日本跟俄羅斯的文化不同讓愛麗莎產生了誤會 其實在小說中愛麗莎還會偷偷拿自己的生日派對跟姐姐瑪莉亞的來比較 因為瑪莉亞的生日跟平安夜是同一天 所以每次辦的總是比自己的還要熱鬧 這讓愛麗莎有一點點不甘心 當然愛麗莎也曾經想過在生日的時候邀請政劍 不過因為愛麗莎也沒有其他朋友的關係 如果只邀請政劍的話會太顯眼 為了避免被家人說些風涼話 最後只好作罷 在愛麗莎跟政劍約好要舉辦一場遲來的生日派對之後 在回家的路上準備分別時 愛麗莎還跑到政劍的耳邊用俄語說了 我很期待這樣的話 雖然政劍早就有心理準備愛麗莎即將出招 但還是受到了強烈的衝擊 動畫在這之後的聚餐有稍微做了修改 小說裡面的時間是在隔週一的放學後 學校已經公布了考試成績 政劍的每一科都超過了平均分數 不過校排名次要等到週六才會正式公布 而當天剛好也是甄嶺學園的節夜典禮 在前往餐廳的路上兩人還聊到學校的制服 明明是夏天可是甄嶺學園的夏季制服卻還是長袖 愛麗莎說如果政劍穿上短袖的話 顯現出來的身材跟同意也差的有點多 不過愛麗莎後來又忍不防的用俄語稱讚了政劍的長相 差點讓政劍的表情管理失敗 兩人之後到了車站附近的服裝店換了便服 因為愛麗莎說大白天穿制服去用餐好像不太好 之後才接上了動畫的劇情 愛麗莎的白色連身裙就是第二話買的那一套 愛麗莎除了用俄語跟政劍說這是第一次的約會之外 後來還用俄語小聲的說了要不要牽手看看 政劍在心裡吐槽愛麗莎完全就是把約會這個詞給當真了 還好餐廳就在眼前不然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而在等待餐點到來之前正劍跟愛麗莎聊到了選舉的事情 小說裡面正劍還跟愛麗莎說到當初在國中部的時候為了幫助有希累積人氣 正劍提議在隔週中午的時候讓有希在校內進行廣播節目 除此之外這時有希與平常扮演大小姐時的語氣不同 會用相對比較親切的口吻來回答目擊來的問題 所以很受到學生的歡迎 而餵食跟送禮物的部分 愛麗莎這次明顯是有備而來 反而讓政劍有點方寸大亂 馬克杯愛麗莎雖然跟政劍說是開玩笑 但是實際上在愛麗莎的家裡真的有一款跟政劍是一對的 後來小說裡面愛麗莎還開玩笑說俄羅斯的習俗要讓壽星請客 不過後來是由愛麗莎幫政劍買單 這點讓政劍有點在意 愛麗莎就調皮的問了政劍話說既然是生日當然需要蛋糕對吧 最後愛麗莎就愉快的跟政劍去了蛋糕店 當然這次是由政劍負責請客 愛麗莎一個人就吃掉了五塊蛋糕跟飲料 金額輕鬆的就超過了3000日元 比剛剛一人份2500日元的套餐還要貴 政劍雖然心裡在糖血 不過還是展現了生食風範替愛麗莎買單 之後就是三方面談的劇情 瑪麗莎打算幫大家準備紅茶 林乃無聲無息的站起身想要幫大家泡茶 結果被瑪麗莎給阻止 小說裡面有提到林乃適用 你說什麼這樣的眼神凝視著瑪麗莎 大概是想抗議自己女僕的工作被瑪麗莎給搶走了 後來看到童野跟毛孝線入了兩人世界 有希也故意有樣學樣的對著林乃這麼做 愛麗莎本來是拒絕跟政劍他們一起胡鬧的 結果被有希隨便一擊又燃起了對抗意識 不過愛麗莎看政劍的眼神完全感受不到甜蜜的氣氛 後來瑪麗莎端來了紅茶才結束了這場比試 政劍這邊也發現瑪麗莎好像在刻意迴避著自己 紅野後來有提到學生會暑假的集訓 這是小說第四卷才會登場的劇情 雖然說是集訓不過更像是學生會成員的慰勞會 紅野提議可以到他家的私人別墅去玩 還附帶一個私人海灘 紅野說因為爺爺是非常厲害的投資家 家裡最不缺的就是資產 這讓政劍在內心吐槽 這所學校果然很誇張 毛孝也說自己的親戚有一座山 如果哪天大家想去山上玩自己也能幫得上忙 不過建築物本身像是道場一樣每年都會舉辦武鬥祭 雖然沒有海灘但是附近有墓地可以玩世膽大會 結果就被政劍吐槽說墓地該不會都是那些參加武鬥祭死掉的人吧 最後大家一致決定要去童野家的別墅 後來因為學生會辦公室裡面沒有流理台的關係 政劍跟瑪麗亞到了家政教室洗茶杯 瑪麗亞問政劍自己在催眠期間發生了事情 在小說裡面政劍有點取巧的只告訴瑪麗亞對自己所做的事情 而隱瞞了自己對瑪麗亞所做的其他事情 包含自己的半張臉埋到瑪麗亞的胸口 以及不小心摸到了大腿之類的事情 被瑪麗亞教訓的部分 政劍才發現不小心讓學員的聖母生氣的那種貝德感好像意外的有趣 這個狀態下的瑪麗亞跟平常的態度比起來 這種反插萌真的是太可愛了 比起愛麗莎的巴掌瑪麗亞的這種處罰真的就像是獎勵一樣 政劍還說瑪麗亞說教時的那個距離 應該沒有幾個健全的男生可以保持冷靜 不過當事人好像完全沒有這個自覺 之後政劍回到了學生會辦公室 有希因為超過10天都沒有跟政劍獨處 所以跟政劍鬧脾氣 還暗酸政劍說因為哥哥跟愛麗同學相處得很愉快 所以或許不會在意吧 在小說裡面後來有希是有乖乖的從桌子上面下來坐到椅子上 政劍是按照有希的要求全力以帥氣的表情跟姿勢說出 結果被有希笑報 政劍爺爺的部分這個男人就是在政劍小時候 瘋狂的像政劍安妮俄羅斯文學跟俄羅斯電影的元凶 明明年齡已經高達71歲了不過人還是非常的硬朗 爺爺曾經說過自己的夢想是總有一天 要一邊左擁右抱著俄羅斯美女然後喝著福特加 不過政劍也有吐槽說爺爺本人的酒量其實很差 喝下福特加肯定會急性酒精中毒 其實在小說裡面除了墨鏡之外 爺爺還準備了黑手黨老大的領巾打算圍在自己身上 因為實在是太像退休的黑手黨老大了所以被政劍給阻止 之後就是愛麗莎母女登場 政劍形容愛麗莎的母親給人的感覺就很像是 把瑪麗莎去掉外國人的特徵 全身散發著文雅的氣息 不過政劍還是從對方的眼中感受到了隱含的知性 感覺愛麗莎的母親好像也很有誠服 所以政劍也稍微產生了一點戒心 結果正當政劍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 愛麗莎的母親突然問了政劍會不會跳社交舞 因為她覺得政劍的肩膀好像有點下垂 政劍才在內心吐槽會有這種少根筋的發言 她果然是瑪麗莎的母親 後來政劍的爺爺直接抓著愛麗莎的手 問了愛麗莎想不想當政劍的新娘 愛麗莎的母親也問了愛麗莎同樣的問題 政劍其實也有聽到兩母女的對話 政劍也很同情愛麗莎然後吐槽道 看來我們彼此都很辛苦啊 後來進了教室參加面談的時候 政劍看到班導師臉上僵硬的笑容 才知道剛剛在走廊上自己爺爺那些胡鬧的發言 都被教室裡面的班導師給聽得一清二楚 這讓政劍忍不住仰天長叹 最後就是輪到了有希跟政劍的母親來參加面談 政劍看到母親對自己的態度 又直接觸發了自己的PTSD 這一話的故事到這邊就結束了 最後來聊一下這一回的1D曲Coin of Uta 這首歌也很有年代是在2000年時 由樂團夠夠娜娜一雞哈吉哈吉所演唱的歌 同時也是主唱在業餘時期所創作的歌曲 這首歌也曾經被選為花牌情緣真人電影版的概念曲 那麼以上就是布什親生的 以二語遮羞的靈作愛莉同學 動畫第十話的一些原作細節補充 那麼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